一个一个币圈 谁能拼出来一个现象级的产品 一个涨百倍的机会 大家都盯住点 这个即使是所谓的熊市 也会有一两个项目暴涨 这是很正常的 大家以前的所有的思维模式 全得要翻篇 原来交易所说了算 让谁上币谁就涨 现在不是这么回事了 真不是这么回事了 现在交易所也没有什么话语权了 用户说了算 有用户数量 有创新的 这种项目 还是真正能产生价值这种项目 我觉得才是未来 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元宇宙 还有很多平行宇宙 其实概念都非常新 也没有阐述相应的币来 大家就清楚谁能变成头部 盯紧那个头部 一定有机会 好吧 币圈呢 币圈是真的 就是这么 有这么多的机会 你不要着急 一着急就玩犊子了 啊 啊 我在这儿就怪我 这下子就会挺好的 最后别的